上一个视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Deeper这个智能网关 很多小伙伴都非常感兴趣 然后也给金水留言 大家最感兴趣的无非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挖矿的这个功能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DPN的功能 其实这两个功能正好也是Deeper的核心功能 由于上一次时间特别仓促并没有给大家测速 这次就给大家简单的测速 其实这次视频相对比较短 是上一个视频的不足 主要跟大家说一下Deeper在金水手里使用的这段时间 它的速度表现究竟是怎么样的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操练起来 好首先我们来到电脑上 我们现在打开Deeper的这个页面 初始化的用户名都是Admin 好我们现在进入后台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连接上了几个隧道 现在是2021年的8月11号的晚上9点钟 现在也应该属于网络的高峰期了 昨天晚上大概1点钟左右的时候 我重启了一下 到现在为止 Deeper已经运行了大概8个多小时了 好我们现在把它这个页面拉到最下面 然后我们再稍微缩小一点 放在下面 方便对比 OK我们现在打开测试软件 我们用SpeedTest来测试一下 现在YouTube的连接速度 好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数值已经开始变化了 SpeedTest的速度 SpeedTest的速度 现在大概是在67 65左右 好最后呢下载定格在了67.29 上传的是30.96 我家的基础带宽是电信的200兆的光线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网页拖回去 好我们现在找一个4K的YouTube来测试一下 它的实际的播放速度 为了大家能看到更真实的情况呢 我在这儿就不给大家剪辑了 视频可能会稍微有点长 大家要耐心看完 好它现在已经缓冲出来了 现在呢是1080P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数据呢 是在11兆左右 那现在整体的流畅度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稍微有一点点掉针的情况 我们现在把它调整到4K 好 OK已经加载出来了 我们在数据上可以看到 现在数据来到了15兆左右 14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看来4K的播放呢 还是稍微有一点压力 它会有点断断续续的 好吧我们现在画另外一个 好我们找一个4K60帧的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在默认的是1080P下 它播放起来还是相对比较流畅的 基本没什么压力 好我们现在把它调整4K 好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在4K下基本上可以达到13万 也就是13兆左右 看来看4K呢 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好我们现在把它降到1440P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数据 已经稳定在了13000 也就是13兆左右 好我们拖一点之后呢 可以发现其实1440还算是能看 由于11号我并没给大家测试耐飞 今天是2021年8月17号 今天呢我给大家测试一下耐飞的速度 打开耐飞的测试片之后 我打开耐飞的测试片之后 发现我这个录屏软件更新了之后 它无法录制耐飞的画面了 由于没有准备采集卡呢 我现在就用手机临时给大家拍了一小段 大家将就看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几分钟里 基本上耐飞是可以稳定到1680P的 偶尔会掉到720P 这种速率的话 我觉得跟我之前用的机场是差不多的 对于我这种平时看油画 偶尔才看一下耐飞的 基本上来说是够用了 而且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 就是Dipper其实并不是说整体的限流 因为我之前的演示 基本上都是被限制在10兆左右 10几兆左右 但是我要同时打开的油管 耐飞和爱奇艺同时播放 它也不卡 这种就比较奇怪了 相信这样的情况 对海外的用户来说 这个速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甚至是在同一条线路 看多个国家的视频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相信看过前面金水的介绍 大家应该会对这个Dipper的网速 有一定大概的这个概念了 实际上它的速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怎么说呢 其实金水也给大家测试过很多的VPS 甚至是机场 它们的速度相对都比较极致 而大部分它们走的都是专线 什么IPLC IEPL等等等等 那这些专线跟这种 个人的节点的速度 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 由于Dipper是基于 区块链技术打造的 所以它并没有这个BGP的服务器 那当然它也不会有 所谓中心的服务器 那么其实它是每一个用户之间 点对点的一些连接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用户 我相信它家的网速 应该都不会比这种 所谓专业的企业线路来得更快 那么实际上你能享受到的 这个带宽甚至是速度 也就并没有那么快了 而且就现在而言 Dipper在美国甚至是新加坡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 它的速度应该是足够用的 1080P是没有问题的 1440稍微有一点点卡顿 那4K呢 这个就要看造化了 其实Dipper对于 联通线路的用户并没有那么友好 那电信就相对好一些 那由于我手上并没有 移动的这个线路 也没有办法给大家来测试了 相信大家看完这个视频的介绍 应该会对Dipper的这个速度 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那在下一个视频里 其实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们的挖矿功能 包括它们的几个特定版的矿机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区 给进水留言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